花莲县东华复小推动国际教育已经有十个年头 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无法和日本姐妹校实体交流 因此学校改为筹办系列校内活动 六号的上午举办了十二国联合的升旗典礼 包含了澳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十二个国家 由外国籍的家长陪同小朋友 一同升起自己国家的国旗 迎接2021年 也希望借此让同学们学习尊重 欣赏以及接纳不同国家的文化 新冠肺炎疫情关系 东华复小109学年度国际交流停办 学校为此规划世界厨房在复小 去年底邀请十一国的家长到销料理该国家乡美食 并邀请不同国籍的孩子与家长 于教会时间介绍自己国家的国旗、国歌和地理位置 六日上午则举办十二国联合升旗典礼 学校希望透过国际教育课程 让学生拓展视野并学习对异国的尊重 我们是一个跨领域的学习 不只是国际教育 还包括人权教育 因为过去我在来复小之前 我是花园县人权教育辅导团的领域召集人 里面强调只有几个 第一个尊重 不管对不同国家的国旗、国歌 还有他的服装、他的饮食 尊重还有包容 不要有歧视 就谈这样子 我们就希望我们在这里 就是一个小联合国 这个小地球村 让孩子互动之下 大家共融在一起 十二国包含台湾、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印尼 新加坡、加拿大、美国、墨西哥、澳洲、伊朗 让东华富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型地球村 小型联合国 像香港 他们很多宗教的课程 就是一个国小、国中的一个基本的课程 那这个宗教的里面就包括了非常多各类的宗教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佛教、道教以外 其实基督教、天主教、甚至回教 那印度教都在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宗教课程里面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其实从文化、从宗教 从各个不同的一个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说一个多元的立场 应该要更进一步的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课程里面 就像您说的 其实我们说这个十、一 这个各种的文化 各种的一些符号的一个接触 这是一个开始 可是真正能够把它融入到课程 才是我们希望 真正能够迈向世界国际化的一个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How do you expect the school to continuing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Well, hopefully in the new year they'll be able to reintroduce the foreign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have students from other countries come here and have students from Taiwan spend time in other countries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get that back and running Oh, but it's a little bit hard because of COVID-19 Exactly right, yes But hopefully they'll be able to get it back on track 联合升级典礼是系列课程的尾声 也代表傅小接下教育部 国际教育白皮书2.0的责任 继续推广国际教育 未来傅小也将协助华联各校 推动国际教育课程 落实于学校教育中 记者蒋邦彦 华联市报导 文字幕志愿者 华联市 华联市 华联市辈